请看下面十页 请看第九行 刹土门分十 在这本书是 西方核论这本书是 第十页到第24页 那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讲标题 细节的部分请各位将来 可以听我在商业经社 讲的会比较详尽 净土可分为十门 第一个甲一 毗卢遮纳净土 就是毗卢遮纳佛 他所显现的净土 下面分四是他的四个重点 像毗卢遮纳佛可以显现 圆满报身的卢舍纳佛 所以它是十报庄严的土 第二类叫唯心净土 比方说唯摩洁经 执心是菩萨的净土 或是文殊菩萨所显现的净土 也是唯心净土 第三个叫恒真净土 甲三 比方说恒真净土 比如说灵山会上 所指的净土 或灵山会上 释迦摩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大地一切都显现出菩萨 所以若有机会你去印度 菩提加爷旁边一个灵鹫山 你现在待会我给大家看照片 你看到灵鹫山都是石头瓦砾 事实上它是灵山会上 佛菩萨的净土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 释迦摩尼佛事实上没有入灭 他还在灵山会上讲经 还有很多的天人 阿罗汉圣者 通通都在灵鹫山听佛讲经 第四个假释 在佛讲法华经跟维摩接经的时候 尤其是法华经 佛为了要接用梅间白毫 骗照东方六百万亿 那由他横河沙游巡 佛引接了很多很多的佛菩萨 到娑婆世界来 甚至也请 因为多宝佛塔现前 东方也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 妙音菩萨 很多大菩萨来 所以佛用神力变现为三变净土 这叫第四类变现净土 第五类叫寂报净土 请看幻灯片 甲医毗如遮纳佛 也就是大日如来 他所居住的就是毗如遮纳净土 可是这只有大菩萨才能进去 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 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我们在新加坡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读哈佛大学的 你要考上的你才可以读 同样的你读大日如来 毗如遮纳净土 你送这个经很好 但是你要功德力够 你才会生到毗如遮纳净土 再看华言三圣 华言三圣 这个是台湾福岩佛学院 应顺法师的佛学院的大殿华言三圣 由台湾有名的杨英峰居士雕的 非常非常庄严 在华言台湾最庄严的华言三圣 华言三圣 那是大菩萨 你才能进入这个净土 但是我们凡夫是进不入 没办法进入的 接下来 甲二唯心净土 刚才讲唯摩皆经 同时文殊施利菩萨的净土 都修摩赫波尔波罗蜜 所以文殊菩萨所写现的是文殊净土 你现在看到的是藏传佛教文殊菩萨 黄文殊 奥阿扎巴扎那地 拿智慧剑 它墙面也有两个大的菩萨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眷属 叫唯心净土 第三 恒真净土 这就是我拍的 你如果去印度菩提加爷 旁边有个灵鳩山 你应该去朝圣 它就像灵鳩山的鸟一样 非常非常的宁静 我去了这边两次 我也在这边为全部的众生 念普贤行愿品的寄送 接下来你看 这是佛陀说法的地方 这是灵鳩山的佛陀说法台 所以我们凡夫现在看不到 但是在天人跟大菩萨所看到 这就是佛陀的灵山会上的 佛菩萨的净土 中国的智者大师就曾经入定 回到这个灵山会上 听释迦摩尼佛讲经 所以灵山会上 虽然我们却看到的只是遗迹 石头跟古老的树木 但是事实上 诸佛菩萨是在那里的 只是夜的显现 我们看不到 接下来第四个假寺 变现净土 比方说法华经的二佛并坐 右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摩尼佛 中间是多宝佛塔 这是日本人建的 同度经的 这叫变现净土 接下来再看寂报净土 第五个 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的净土 这是西藏的壁画 你看旁边就有很多的人 供养弥勒菩萨 那我们虽然身在这个世界 可是因为夜的显现 你看不到天上的天人 天人看得到我们 他头往下一看的时候就知道 新加坡 对不对 台湾 可是我们的夜的显现 是看不到天人 因为时空不一样 夜不同 所以要见到弥勒菩萨 是要很大很大的功德力 当然我也知道 在新加坡跟华人的世界 也有人弘扬 弥勒三经非常好 其实我自己也办弥勒菩萨 当有一天你读大制度论 瑜伽师地论跟西藏的 宪观庄言论的时候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佛 他也会讲无量寿经的 所以在无量寿经 前半段呢 这个当机众是谁呢 阿南尊者 后半段的当机众 情法者是谁呢 就是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 也会弘扬无量寿经的 好 再看第六类 甲六 分身净土 甲七叫依他净土 甲八翻过来 第十一页 对不起 甲七呢 依他净土呢 就是梵妄精 你受菩萨界的时候 千华台上如舍纳佛 那就是第七类 依他净土 甲八诸方净土 比方说药师净土 或是东方阿处皮国的净土 或妙喜世界的净土 所以都叫诸方净土 那阿弥陀佛的念佛往生的 也是属于诸方净土之一 第九 甲九一心净土 一心净土请做一个记号 这个叫做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时报无障碍土 长极光净土 这四个净土 今天时间不够 我明天才讲 其实释迦牟尼佛 住的这个世界 就是呢 四个净土都有 再来第十类 设受十方 一切友情 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 最为殊胜的净土 是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对 第十类是讲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的净土 好 那请看幻灯片 请看甲六 分身净土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六字大明咒的四壁观音 他也有净土 在中国 普陀川 也是观音的净土 中国拉萨传说 也是观音的净土 文殊菩萨的净土 是在五台山 所以观世音菩萨 南海普陀观世音 还有千首观音 还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四壁观音 它事实上有 无量无边的净土的 再看 观世音菩萨 它自己也有它的眷属 请看 它旁边有两个眷属 四壁观音的净土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都有它的功德力 而成就净土 再看 甲期依他净土 我刚才讲 梵王经的 南无千华台上 卢舍纳佛 我教你观想 坐在莲花宝座 其实我用的就是这一张 其实这一张就是 华严经的壁画 依他净土 再看 凡胜同居土 里面就是讲六道同回 请看 请看 那我讲个段落 所谓凡胜同居土 是说凡夫跟圣人 都会住在一起的 听考 佛的功德力 它是不用到六道轮回来 注意看这个西藏的探凯 六道轮回里面 每一道里面 都有一个佛菩萨 化身过去 度众生 佛是不住在这里 净土是 西方极乐净土 是不在六道轮回之内的 它是在六道轮回之外 十万亿佛国土的 亲近佛国土 这从世俗地讲 所以佛它是不会生在 这个六道里面 那你看这幅 汤卡里面 凡胜同居土 是什么呢 凡夫跟圣人 都住在一起 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世界 你就会看到 人跟狗 你可以看得到 你人 不一定看到鬼 除非呢 你跟他有缘 那鬼住在哪里呢 对不起 就是骨灰塔 所以晚上说 不要去骨灰塔 是有道理的 因为骨灰塔 就是他晚上的家 还有台湾呢 新加坡土地比较少 有很多坟墓 坟墓就是鬼的家 但他日夜 跟我们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凡夫跟圣人 是在看在一起 人跟畜生 你是看到 地狱恶鬼畜生 你看到哪一道呢 是看到畜生道 所以我们这边居的是 凡圣同居土 这个地球上 有圣人 也有阿罗汉 也有菩萨 比如说中国大陆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四大名山里面 就有佛菩萨住在那里 再看 重庆大厨石窟 六道轮回土 六道从哪里来 这个一心有四种净土 其实由你的心而变的 看这张图片 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 中间的是佛 代表每一个人的佛性 小狗 它也有佛性 蟑螂也有佛性 我们人也有佛性 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由这个佛性而显现的 所以一切是从哪里造呢 是从你的心的佛性而显现的 最后讲一个 一切为心造的故事 给大家听好了 一杯水为力 我这讲过 为心所变 为事所现 天人所看到的话 是甘露 人间所看到的话 它是普通的水 像我们一杯水放这里 可是畜生 鱼呢 它看到水就是它的家 比如说新加坡 圣陶山旁边的海 对不对 鱼呢 在大海里面游 水就是它的家 而轨道呢 看到的是污垢的浓血 地狱看到呢 是看到沸腾腾的热的这个热水 会伤害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原超度的时候 游民界众生呢 你看游民界众生呢 恶鬼道呢 都是脖子细细的 肚子大大 嘴巴喷火 为什么 它的夜所显现 好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 故事就是什么 以前还有一个禅宗的老和尚 他每天都很认真的 早上呢 都在自己的房间 诵经跟禅修 他有一个徒弟 很聪明 但是很顽皮 有一天 他就跟徒弟说 中午十二点呢 过堂之前呢 对比十一点 过堂的时候 你来叫师父一下 因为禅宗 丛林里面呢 都是十一点 或十一点半 就要吃饭嘛 要过堂 然后有一天呢 他的师父非常的用功 就用功 专心地修 他修的方法叫水变处 就观想自己 跟所有山河大地啊 通通都是水 结果呢 因为他非常的非常用功 用功 用功到了 哎呀 忘了时间了 结果中午十一点到了时候 他顽皮的徒弟就坐过来了 就到了房间一看 诶 奇怪啊 师父要吃饭怎么没有呢 他就轻轻地把那个房间 推了一开 哇 我的师父里面房间 全部都是水 他想奇怪 今天怎么这样 时间快要到了 对不对 再不过堂呢 我可能会被大和尚骂 他就很顽皮 拿了一个石头 这样咚了一下 丢了一下就出去了 结果之后 他就赶快去 吃饭修剧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一下呢 他就看了 诶 师父你刚才去哪里啊 结果他说 师父的头上长一个包 他说 徒弟 你刚才做了些什么 谁到我房间来啊 我不是告诉你说 我禅修的时候 不要进我房间吗 他说没有啊 没有啊 师父 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啊 我想呢 那个中午啊 你要吃饭啊 来不及了 因为过堂嘛 对不对 我想你肚子饿了 我去看你 不过师父很奇怪耶 我进了你的房间了 很抱歉啊 我是关心你 我一推开 你房间什么都没有 都是水耶 他说傻徒弟 那个就是我啊 哦 师父你变水啊 他说我在修水片处 凡事都是空性的 结果你这个笨土地 竟然拿一个石头一扎 你看 就扎到你师父头上吧 他吓了一跳 所以他才知道 师父是真正有修行的人 这个故事也可告诉你 身体是空性的 这是禅宗真正的故事 我们想什么的时候 就会变什么 我们想鬼的时候 晚上就变 嘻嘻嘻嘻嘻 所以佛教徒 不要看鬼电影 这是真的 你不要到时候 变鬼的时候来 星红师请你帮我诵经 我可不认识你啊 对 所以心的力量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要常常训练你的心 我们是登了善念的时候 我们要精进 动了恶念的时候呢 我们要忏除 要有惭愧心 要忏悔 你恶念升起的时候 更应该勇猛精进地念佛 念咒 或是拜佛也可以 放声大哭都没有关系 求佛菩萨加持你 让你转烦恼而成为智慧 所以 叫各位你静坐 你想莲花 其实你真的就坐在莲花里 你想净土 你将来就真正会 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净土的意义是很深 简单地说 净土从哪里来 由你的心而所显现的 心所创造出来的 今天教的是属习观跟呼吸一起结合 是唐朝飞习禅师 在净土的修行法门里面 他介绍的 也就是说 待会大家观想一样 跟前几天一样 背挺直 身体放松 坐在大宝莲花里 注意力呢 请注意在呼吸 呼吸 简单地说 它可以有 鼠出 还有鼠入 看我的手 鼠出 还有鼠入 那现在呢 先教鼠出 鼠出跟鼠入 有什么差别呢 一般 新加坡天气比较热 假如你觉得 夏天中暑 或是很燥热的时候 应该是鼠出的 就注意力算出 假如你感冒 身体很冰冷 或是到很冷的地方 你觉得身体冰冷的话 你就要鼠入 这是有原因的 那鼠出跟鼠入的时候 只能两个选一个 不可以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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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的心不容易得定 而且这样的话 心会变很急 所以待会大家 先练习是鼠出 所以 那在鼠出的时候 你不要拿念珠 手是结禅定印的 手这样摆 不要拿念珠 然后呢 我也不要你出声音念 用你的心去念 阿弥陀佛 你不要转它鼠出 反正你是按一口气 就一直念 一直念 念到它尽为止 然后吸进来 你就深呼吸 然后呢 就轻轻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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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讲一遍 就是身体坐直 一样观想 坐在莲花 手 然后捧直 所以我待会 敲目鱼敲三下 先前面两分钟 你专注在呼吸 不要念佛 就是专注在出 那刚开始的时候 听好 一出一入 一出如如 它会比较短 尤其像刚才 我可以感觉到 各位晚上都吃得非常饱 惊念得很快 对 那刚开始 你静坐的时候 心会比较急 所以它会 静出 静出会很短 慢慢的呢 大概经过十秒钟 或十五秒钟的时候 你吐气就比较长了 你就发觉 脖子也放松了 身体也放松了 很好 你就顺着它 不要管它 不要刻意控制它 就是naturally happened 就自然的发生就好 然后接下来 我会敲一个庆 敲一个庆的时候 你再开始 吐气的时候 你念佛 听好 嘴巴不要动 心里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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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这是今天要教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教这个呢 我现在解释这个理由 因为当我们断气的时候 地水火风 比如说你今天 知道今天要去极乐净土了 那你今天就要走的 比方说 那在身体呢 变化里面呢 你真的怎么样知道 你断气呢 是第一个呢 是风 地水火风的风 断气 你就会呼吸 那假如很安详的人 大部分他会很宁静 然后吐了最后一口气 阿弥陀佛 他就走了 可是比较痛苦的人 如果你在医院里面 去帮助过 临终关怀来 你就会觉得他喘气非常大 他很痛苦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世代要分离了 所以在断气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你死亡呢 第一个你吐了最后一口气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要教你的 呼吸跟念佛 是呼吸跟念佛可以结合在一起 呼吸基本上是南传佛教的 安纳巴纳面 英文叫做安纳巴纳沙迪 对不起 巴黎文 英文叫 The mindfulness of the breathing 但是它可以跟 净土中一起结合的 中国祖师唐朝飞骑闪师 就教人这个方法 那你在断气以后呢 然后你脑波就会停止 可是这时候你没有死 医学上认为你死亡了 可是在佛教的眼光里 净土中的角度 或大乘佛法是没有死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有体温 你的神室还在里面 这时候业力四大变化 然后呢 五蕴也变化 所以你身心就分离 一直呢 然后等到你神室离开了你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体温就完全冷透了 那个才叫做死亡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教大家 呼吸与念佛的结合 这个方法很重要 没关系 各位是大家第一次 好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东西可以放在旁边 没有关系 然后先前两分钟 我敲墓鱼三项 前两分钟不要念佛 先专注你的呼吸 手请你叠起来 禅定印 左边在上面 右边在上面都可以 你自己习惯就好 就两手放松 数习惯两分钟 待会我敲影庆的时候 才开始念佛 配合呼吸 今天练习的是吐出 输出而不是输入 这个方法要常常练习 很重要 可能对某些连友刚开始不太习惯 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练习过 可是有些连友呢 当他一念的时候 他会发现 这样的念佛 比以前更清楚 更有力量 他的心会变成更柔软 更祥和 很好 假如你有这样的绝授 也不错 没有也没有关系 不要去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若你看到任何的境界 你都想 那都是虚妄的 请看开讲义第十一页 昨天讲净土 甲九十一页第八行 一心四种净土 讲凡胜同居土 我还没有讲完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看幻灯片 重庆大竹石窟 六道轮回图 这张六道轮回图很特别 是中间他画的一尊是一尊佛 那 所以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那在讲这一章的时候 我回答一个脸有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 有时候我晚上做梦 会被鬼压 然后口里自然就喊出了 Namu Amitabh 就醒了过来 这是不是我心中有佛呢 那要看你怎么解释 这个心中有佛的这个字 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是讲你心中有佛 你被鬼压 老实说很抱歉 这是恶业 当然跟你有缘的 幽冥界众生 可是因为你 平常做功课 或是呢 你修持 所以你的净念相继 所以 你纵使遇到恐怖的境界的时候 你会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应该说你心中有正念 没有错 念阿弥陀佛万德鸿名 当然是佛力的加持 接下来 对不对 透过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法的功德力 第三个 有人被鬼压呢 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阿不出来的 也有 对不对 所以你能够念得出来 那表示你心中有正念 那当然你说 是不是心中有佛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高 因为真正有佛的时候 你的心是完全清净的 心净如止水 像无波的大海 他不是鬼压你的时候 才会有阿弥陀佛 应该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净念相继 当然你心中应该是有正念的 你有阿弥陀佛加持你 但是呢 我为什么会说 不是心中有佛呢 因为你若真的心中是 真的是念念都是佛的话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应该就是极乐净土 所以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不要气馁 继续用功 再看回这个幻灯片 所以表示六道轮回呢 其实从你的心变的 可是问题是 有一个问题是 当我们变为畜生道的时候 是狗或猫的时候 他虽然是狗跟猫 他被那个肉或是血肉之鸡包起来 可是他心中有一个佛性 他并不知道 就像在座的现在各位 我们坐在这里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观想方法教你 就是像一个把钥匙 打开你心中的佛性 所以心的力量是广大无边的 那昨天讲凡圣同居土 好 请看十一页第十行 丙一同居惠土 第二 丙二同居净土 那惠土跟净土呢 它也有不同 举方说同居净土的话 像我们呢 到了五台山去朝圣 在我们凡夫的眼光看 你会看到有乞丐 有很贫穷的人 有动物 你看到像是同居惠土 可是在文殊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 在《华严经》介绍 东方有正诞国 其山名曰清凉 其有菩萨名曰文殊 教化一万海会佛菩萨围绕 那在文殊菩萨的眼光 五台山呢 是净土 待会我会放五台山的照片 给大家看几张 所以换句话说 是惠土或是净土 是由你自己显现的 举个例子 你来宽祭堂念佛社 大殿布置得很庄严 大家共修 你就觉得当下是净土 若你出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若是到很多 比如说Galang 或是卖旧的 古老的supermarket 或是杀鸡 杀鱼 杀鸭 很肮脏 或者垃圾很多的地方 那你就会觉得 那个地方就是惠土 同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 希望各位不要生气 因为各位是新加坡人 所以挤新加坡的例子 因为最清楚 我记得我2003年来的时候 当时净土犯音请我去奖金 那我就住在Galang 然后呢 对不对 那我拍了一条马路 右边呢都是佛堂 佛教道教一大堆 左边都是红灯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众生造业的时候 就是蹦恰恰 蹦恰恰恰 然后就造二业了 造完二业呢 就跑过来佛堂 拜观世音菩萨 忏悔了 忏悔完了呢 吃完流言 灯就跑过去了 那我呢 开车的时候来载我 我就走在中间 我觉得呢 轮回啊 跟涅槃 就在一路之间啊 那一幕给我 很大很大的震撼 然后呢 净土犯音跟我说 师父你晚上不要乱出去 你长得很庄严 很危险 我说不会吧 我长得很安全吧 佛菩萨会保佑我 所以你看 同样一区 你就可以看到 净土跟慧土 所以净土跟慧土 从哪里来呢 从你的心变出来的 真的 真的是你的心变出来的 心所显现出来的 比如你贪嗔痴呢 骂人的时候呢 对 比如你脾气非常坏的时候 你骂人的时候 你知道吗 别人看到你啊 都吓死了 假如有神通的人 看到你啊 就像一个眼镜蛇 称心非常强 然后呢 你贪心很重的时候啊 对不对 你贪得无厌的时候 你去shopping mall的时候 一直买买买的时候 你看到了很高兴啊 对不对 但有神通人看到你呢 就像那个恶鬼一样 这样子 提了很多东西 这是真的 为什么 由心显现 圣人的眼光 跟我们眼光看的是不同的 请看 所以我昨天有说 一杯水的例子 因为昨天时间有限 请看 为什么 一杯水 天人 他看到的是甘露 我们人间就看到一般的水 普通的像矿泉水 可是在鱼啊 鱼呢 假如你有鱼缸 或是你到圣陶沙外面的海边 鱼游来游去 所有的大海 水就是它的家 对不对 这次也放 Varanasi短片给大家看 印度的恒河 在我们的西方人眼光 或是我们新加坡人眼光 看 那多脏啊 的确很脏 你真的把那个水拿出来 可能有几百万的细菌 在这边洗澡 这边倒垃圾 这边洗衣服 那边倒骨灰 然后那边跳下去喝水 为什么对他们来讲 没有障碍呢 因为他们的心 相信恒河的水 是圣河 Holy River 这个圣河的水 是从梵天吸法神 天上流下来的 所以因为他相信 这是Holy River 所以他不会在乎说 从西方的眼光 多肮脏 拿去化验 他跳下去就没有毛病啊 换句话说 他肚子里面 有好几千万的细菌啊 所以毒都都不会毒死 我们呢 喝一口水 十个细菌 我们就送到医院了 为什么 心的力量不一样 了解吗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温室中的花朵 是经不起考验的 对不对 所以水 是真的呢 是由你的心而显现 在恶鬼所看到的话呢 就是污垢的浓血 所以我在其他讲座里面就说 为什么在蒙山诗诗里面 太阳下山以后 大殿的法师跟居士 都不可以喝水 我们以前 我住在石头山 我们主持蒙山诗诗的时候 太阳一下山的时候 水呢 你先喝 先去上厕所 通通都要收起来 为什么你在念 辩食真言的时候 假如大殿有水的话 他看到的是 污垢的滚滚的浓血 他是不敢进大殿的 为什么 一切为心造 他的夜所显现的 不然我们为什么念大悲寿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阳之进水 一滴可以骗洒三千 观世音菩萨用地水火风里面呢 他是用水度众生的 我补充一下 文殊菩萨是用火 智慧之火 地藏菩萨是用地 地水火风四大 然后文殊菩萨呢 是用什么呢 用风 风就是刚讲呼吸 他一手足 一头足 一举手 都可以为众生说法 所以四大菩萨代表 四大元素 是不同的利益众生的 在所有的众生里面 我们身体70%要什么 水 所以为什么大杯水 可以是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的众生 接下来看第五个 地狱所见的话 就是热腾腾的热水 而且会伤害他们的 所以心的力量很大 再请看 下一张幻灯片 六道轮回的根本 就是这中间 好 我今天要讲的是 看贪 撑 吃 贪什么 用鸡 鸡呀 你看到公鸡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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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什么吃 什么都吃 代表你的贪心 撑心呢 是用蛇 那猪呢 代表是鱼吃 好 现在有个重点 既然我们知道心 可以显现一切万法 修行也从心 那我们就要把这贪嗔之三毒 把它转什么呢 注意听 贪的转过来 看我的手掌 这是贪 转过来 就是广大的慈悲 所以你贪心越重的人 不要烦恼 你的悲心会更广大 接下来 撑越强的人 转过来 就是智慧越高 撑心 转过来 就是智慧 你为什么会称心呢 因为你认为你对嘛 你的我执很强 但是你如果把它转化的时候 你的智慧会比别人高 鱼吃是猪 把它转化过来呢 就变成广大的 普贤怨海 就是普贤十大怨 重重无尽的怨恨 所以会发广大的怨力呢 是从你的鱼吃心 去转变过来的 所以可见 贪嗔之没有本身是绝对的 我们凡夫是因为迷 所以贪嗔之后很苦 因为你贪了又贪 贪了又贪 你永远没有停 可是问题是因为你迷 假如你把贪嗔之转化了 贪转成为慈悲 撑转为智慧 吃转为怨恨的话 因为你觉悟了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因为有轮回 所以你有无有穷尽的希望 假如没有轮回的话 那就没有度众生的机会了 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 所以他有无有穷尽的时间 无有穷尽的空间 满他无量的大怨 所以在菩萨看来来讲 轮回是空性的 因为空性的 所以他可以度无量的众生 比方说 假如你今年七十岁了八十岁了 还有很多愿望做 做不完没有关系啊 来生还有希望啊 所以你应该很欢喜嘛 假如生命呢 一结束的就像一般外道的讲 人死如灯灭 看这个灯 一吹就把它吹掉了 那太可惜了 人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从谜的角度来讲 轮回真的很苦 因为你有轮回 所以你来生投胎 还要生老病死苦 你知道我多年前学佛 当老师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佛法 我就讲说全世界的人好苦好苦 我的爸爸妈妈呢 也不是很和乐 然后我的阿姨舅舅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全部都有一些争吵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这么辛苦 从小长大读书 然后呢 成家买房子 赚钱养小孩养孙子 最后老死 我那时候想 为什么全世界不怕一个人 做总代表就解决了呢 当时如果想法 我的同学说 我脱下坏去 后来我学了佛才知道 哎呀我比他有善根 对 为什么 想法不一样 所以因为有贪嗔痴 所以你无有穷尽的轮回 你就要受无有穷尽的生老病死苦 举个例子 来生就算你投胎 做新加坡的文物百官好了 你还是会感冒的 你还是会发烧的 流行病感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生病的 对不对 所以 转变我们的贪嗔痴为慈悲 智慧跟愿力 就是我们要修行佛法努力的地方 所以 从谜当中转成为悟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 所以菩萨有无有穷尽的时间 无有穷尽的希望 无有穷尽的愿力 满他住无量众生的大愿 所以普贤行愿品为什么讲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他念念呢 生生世世都不疲不厌 所以心 你要去控制它 要去调伏它 那这一次呢 教大家这样静坐 或各种方法 就是调伏你的心 否则呢 你嘴巴念弥陀 说一句重的话 就像憨山大师讲 口念弥陀 心善乱啊 喊破喉咙也枉然 不过不要乱用这句话 教训别人 先呢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对不对 你先把阿弥陀佛念过以后 你再来讲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 有人念佛 念阿弥陀佛 口念弥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心很乱 贪真事物能调伏 不能调伏 喊破你的喉咙 也枉然的 那意思是说 念佛没有产生力量 并不是说念佛没有效 了解吗 所以要去正确理解他 那但是也不要用这句话 去攻击别人 为什么 这句话是要求你自己 佛法很多东西是心地法门 是要求自己 不是要求别人的 别人有别人的业 你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你心念佛 口也念佛 意念也 观想佛的功德 这样子才能把三读的烦恼 给转换过来 好 我现在就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我在方便品里面说过 没有听过的 请注意听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念佛有没有用呢 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有十个念头 现在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的念头只有三个 是正念 那你烦恼是七分 当然就七比三嘛 不是念佛没有用 而是你的妄念太强 因为念佛 所以你看到了你自己的念头 所以刚开始念佛的时候 你会像什么呢 看这里 两个竹子 一个是正念 一个是妄念 我放平的给你看 念佛的时候 念无量寿经 我要念佛啊 佛说大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级君 佛说佛说阿弥陀经 你念归念 可是呢 你的妄念还是在 有时候念一念的时候呢 佛号非常清楚 那么阿弥陀佛 也念往生中 你突然觉得身体很清凉 接下来想一个人 那个人欠我的钱 还没还我 我真恨他 他想一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可以恨他恨他 然后呢 有呢 继续念佛说无量寿经 对不对 想一想 哎呀那个美女 做我老婆多好啊 然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然后呢 又起来 你看 你的正念跟妄念 就两条线 有时候像他这样 恰恰恰恰恰恰 对没错 这是真正用功的人 才会这样 那怎么办呢 看这里 当妄念升起的时候 不要理他 专注在佛号上 或经文大声念一点 你就专注一两分钟 他妄念的能量 就自然消失了 这就恭喜你 你克服了一关了 接下来念一念的时候呢 又有妄念来了 没关系 水涨船高 我正念又提升了 然后呢 称心又消失了 那我就恭喜你 为什么 他的能量就消失 因为称心跟贪心 本来就是空性的 所以有两个目的 注意听 一个 不要跟着他跑 就像有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进来说 Hello 星红师follow me 我就走 那怎么讲经啊 不要跟他跑 第二个也不要拒绝他 比如有一个人进来 你骂他一顿的话 他可能会破坏佛塔 所以念头是什么 看着他 就看着他 他就没有法系可以变了 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去压他 也不要去拒绝他 所以念佛的时候 什么叫静念相继 注意听 静念相继不是指没有妄念 而是你的正念非常的清楚 妄念还是有 你没有妄念的话 你就不坐这里了 真正没有妄念的 我告诉你是什么呢 他会腾在虚空上 是圣者 不用椅子 也不用坐地板的 真正完全念头清净的人 他可以腾在虚空当中 所以静念相继是告诉你 你的正念很强 好 现在做比喻 现在三分阿弥陀佛 七分妄念 当然辛苦了 继续念啊 忏悔啊 放声大哭啊 跟阿弥陀佛忏悔啊 好 继续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最辛苦是五比五 正念是五分 妄念五分 就像拔河一样 哎呀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眼前那个女生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没有错 那时候最苦 你明明看到那个人 就很想发脾气 对不对 原亲在主来 哎呀 你这个人 以前都是骂脏话 擦擦擦擦擦擦擦 你这个人真是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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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恭喜你 进步了 所以最苦的时候 是五比五的念头的时候 接下来再加油 有时候呢 你继续念的时候 梦中啊 也会念阿弥陀佛 可是有时候梦呢 梦中碰到 嘻嘻嘻 鬼来的时候呢 你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所以你的心 是会这样子倒的 没关系 继续念 念到六比四的时候 你恭喜你 会像什么呢 看这里 我有准备很多图片 用图片 来看这里 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请看幻灯片 像这张莲花 就是你的念头啊 像什么呢 以前呢 五比五的时候 你的那个妄念啊 会像呢 从水里面 莲花 污里里面的妄念 噗噗噗噗噗 然后就喷到人 那呢 你以前呢 若是妄念式 比如说是七分 正念只有三分 那水呢 一喷啊 自己脏了 别人也脏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破口大骂 骂完别人以后 回到家 奇怪 我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 你知道吗 事情过了 你才知道说 原来我今天脾气这么大 那就是你的烦恼 太粗了 太强了 但是你假如 继续用功 五比五 甚至到六比四 六是正念的时候 妄念是四分的时候 注意看 我比喻它 假如这是水 你会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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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念升起的时候 不不不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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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当烦恼来的时候 你在走路的时候呢 你可以突然站住 叫自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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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福你的念头 那你会说 师傅可能有些地方 我不太适合 比如说你在公司行号 突然看到老板就不顺眼 那你可以说一个 对不起 I'm sorry I go to the toilet One moment 然后进去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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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把你的称心降服 keep smiling的时候再出来 搞不好你就会有工作了 假如你用称心开会的话 那一定是被老板炒鱿鱼的 为什么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念头 所以 你要练习到你的正念是六分 妄念是四分 你就像石头鸭草一样 石头鸭草 看这里 这个是石头 鸭草 鸭着 草还是在 鸭着 可是呢 当草一升起来的时候 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到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骂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看过人家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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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完了 你再回来念 那你还是造了 二口的业嘛 要训练自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听好 这样念的时候听好 你的烦恼还在 但有一个好处 这叫做浮烦恼 你若能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梦中的时候 你已经念阿弥陀佛 一直持续到断气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往生 品位比较低 这叫浮烦恼 阿弥陀佛 佛号的功德力 可以降服你的烦恼 另外 假如你更深一点 有修止观 或般若的话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知道这个 你的烦恼像草一样 你会把石头拿开 把它草给拔起来 连根拔除 那就恭喜你 你在梦中的时候 念头也是清静的 所以你要继续念 六比四 六分正念 妄念四分 继续七比三 八比二 九比一 到十比零的时候 你就心就清静了 但还是有烦恼 只是它不起作用而已 那时候呢 看到任何的境界 就像梦 男人你也觉得是骷髅头 女人也是骷髅头 对不对 再漂亮的女人 也是一堆肉 然后都是透明的 你的心不会动心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是不真实的 你为什么看到念头 会跟它跑呢 因为你把它当真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为什么告诉你 不要去想凡夫 而反过来要想佛 因为佛会让你心清静 你想观世音菩萨 会让你清静 因为有佛的大悲心功德 所以看一下这张 红尘里的清静莲花 莲花出污泥不染 其实是很深的意思 用在净土中也是这样 我再做一个总结 就是你烦恼很强的时候 你的妄念很多 就会喷出水面 对不对 贪生吃 你水就泼到别人 就好像你浇花有没有 水管没拿好 都给你花掉 但是你慢慢念了 能够空到五比五的时候 你的妄念就会在水的底下 妄念一起来了 我现在知道我要发脾气了 我看到那脸 我知道跟那烟青在座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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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心就消失了 恭喜你 你就叫做打赢了一关了啦 知道吗 就好像上场打战一样 接下来 你现在下回又看到一个境界 贪心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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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说古文讲 念佛在哪里 在念头上用功 就是指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重视它的quality 而不是quantity 就是重视它的品质 它不管你念佛念多少 当然平常多念一点是很好 可是要真正在境界来的时候 你要看到自己 人家骂我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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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 随你骂吧 恭喜你 你就真正有功夫了 为什么 佛号的力量 可以调伏你的心 但是这要常常训练 再来讲一遍 我们凡夫的心 一样是呢 up down up down and up 当当当当当 生病的时候 或忙的时候 或累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样的功夫 大家要常常去努力 好 失去了也没关系 因为你有佛性 所以你要继续地用功 所以这个三毒烦恼 是我们轮回的根本 那我们要去怎么转 我们的三毒烦恼呢 真正有用呢 就是透过佛号 转变你的念头 不要去压它 压它没有用 你看哦 在这里 假如石头压草 你压得越重啊 它长得越高 举一个例子 小朋友有打篮球 有没有看过 你篮球拍它越重的时候 它就弹得越高 我这个比喻是说 你的妄念就像篮球 你压它越重 你就弹得越高 你不要管它嘛 它跳一跳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停了 停了还是有烦恼 它有球嘛 接下来呢 你要拿一个针 波罗蜜的针 一擦它 嘶 气漏了 那个球就永远不能作用了 对不对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妄念就像篮球 它会一直跳 不要理它 不要去压它 就看着它 它跳跳跳跳跳跳 跳累了呢 就不跳了 你不要去压它 然后呢 你还要有智慧 然后呢 你越修越用功了 要了解 无常跟空性的时候 烦恼呢 就像气球一样 拿个针一擦的时候 它破了以后 它就不会起作用了 了解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这是我要讲这个 净土的意义 所以大家知道 净土是由心显现的 那我们下手功夫 就要把贪嗔痴三毒的烦恼 透过念佛把它转化 好 接下来再看 假时 时射寿 十一页 第十八行 假时射寿十方 一切有情 不可思议的净土 这个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可以看幻灯片 这是清朝 一位佛教徒 居士画的 是故宫博物院的国宝 在台湾流通非常多 我把它拍成局部 它是按照 《光无量寿佛经》所画的 所以阿弥陀佛注意 他穿的袈裟是红色的 所以这张图片 有受藏传佛教部分的影响 然后呢 他有 右边观世音菩萨 左边大世智菩萨 观世音菩萨呢 捧着大宝莲花 而这个 左边大世智菩萨 拿着这个莲花 好 接下来再看 光中化佛无数亿 当然十方都有诸佛净土 十方的佛菩萨 都能光中化佛 可是在以愿力来讲呢 是西方极乐世界最为殊胜 所以我们在赞叹 阿弥陀佛的赞佛祭祀 光中化佛无数亿 请问你有没有想 光中化佛无数亿怎么观想 他是从阿弥陀佛的每一间白毫 然后呢 向右旋转到上面 然后向右旋转 然后呢 变成西方三圣 这叫做光中化佛无数亿 好 接下来再看十一页 第五 二十六行 藏传佛教大乘武力 藏传佛教也求生净土 这次介绍了这本书 是非常好的 是丹珍多尔姐 唐卡中的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有兴趣呢 可以上网看一看 这本书我有带来了 然后呢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图 可以让你知道极乐世界 什么叫边地 什么叫莲花化身 然后好 请看 在藏传佛教里面有讲 第一个 求生极乐世界 要有五个条件 求生极乐世界 不过从这一段可以看到 西藏佛教要求呢 没有像我们大寸这么高 西藏人认为 去极乐世界很容易 只要有下面五个条件 请看 第一 白法的种子力 所谓白法 白是指清静 是指善业 经常行善的力量 发菩提心 帮助别人 从你的家人 公司行好 周遭尽心尽力去帮助人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常常有主动帮助众生的心 当然这里的众生 不单单指人 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乃至于幽民界众生 第二个 要发愿 发愿就是呢 每天要发愿 希求往生的强力愿望 这就是前几天 为什么我劝你 晚上要跪着念 发愿文 好 现在有一个连友 问了一个问题 师父我昨天 做完了功课 到了晚上 我没有做任何回向 是否如法 是否必须在晚上 做多一次大回向呢 如果晚上 做一次大回向的话 可否用简单的发愿 就是讲意你第六页呢 答案是可以的 很好 听好 回向有分两种 第一种叫做简单的回向 为什么要回向呢 第一个 把你的功德 好像存在银行一样 你若没有回向的话 待会你起了称心啊 就像火烧功德灵 那功德就被冻结了 第二个 回向的目的是 破除你的执着 有时候我们修了一些功德 我们觉得 你看我今天很不错 我很精进 有时候有些人有来跟我讲 师父我也觉得 我念佛一天念三五万声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容易 就这样看着我 师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容易 其实我就不讲话 为什么 他希望我赞叹他 那叫做show up 过度的傲慢 回向就可以破除你这种执着 其实横河杀术的人 修行很多啊 你一天念几万声 没有什么啊 很好 但是也不怎么样啊 所以回向是破除你的执着 第三个 回向是扩展心量 像点蜡烛一样 你一盏点两盏 两盏点四盏 四盏点八盏 可以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地藏经说 功德跟你的心量成正比 所以要回向 那你可以在每一做法的时候 简单回向 比如说我们讲经完 我们也会回向 比如说你现在早课只有十五分钟 也可以你就念最上面每一页的 我此谱贤书顺行 无边圣服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伯差 这是华言经所有寄送里面 最好最简短的回向文 就只有一句 四句叫一记 那你回向完了以后呢 那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你就功德好像呢 save into your bank account 存到银行一样 它的功德就会增长 这只是辟语而已 并不是指执着 第二个 从早到晚的地方 听好 我讲晚上要跪着发愿回向 是指这里 藏传佛教大乘武力的第二个 发愿力 为什么我说过 灵命中的时候 八大菩萨来接应你 西方极乐世界来接应你的时候 它有神通啊 它放光 会看到你这个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 你天天发愿去极乐世界 当然它就会送你去极乐世界啊 了解吗 举一个例子 摄利佛尊者 他的母亲很没有善根 一生呢 都造了很多杀生 毁谤三宝的恶业 虽然摄利佛已经出家了 但是呢 他觉得他妈妈很可怜 他想妈妈一辈子养我 这么辛苦 然后呢 我真的很想抱她 到她的恩德 可是摄利佛呢 他有神通入定以后 看呢 过去五亮节啊 妈妈都没有善根 跟他讲佛法 他都不会接受 他就想 怎么办 我一定要想个方法 帮我妈妈 结果呢 后来有一天 摄利佛拖完波 就回家去看妈妈 妈妈看到儿子回来 当然非常高兴啊 因为妈妈看到自己的儿子 是很庄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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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弟子 所以他呢 就劝妈妈说 来我在门口 吊一个铃铛 铃铛 然后叫妈妈 每次你出门出去 开木门 印度的贫穷人家 都是开木门 一开 就当一声 他就叫他念一声 Namu Amitavu 回到家的时候呢 一推门啊 声音叮当 他就念一声 Namu Amitavu 所以一天呢 他只念两声 阿弥陀佛 可是这样子因为呢 这个叫做 也叫做串席力 第四个 串席力 就是像流水一样 每天培养很好的习惯 然后呢 他就呢 劝他这样 结果当他的母亲 断气的时候 因为过去 无量节的恶业 很不幸 他真正堕入到 地狱恶鬼出身的 而且是堕入到呢 地狱道 地狱道里面有 刀山 剑树 油锅 大家看过呢 地藏经的变文图里面 这时候呢 他妈妈就被抓起来 要进入一个油锅 可是油锅旁边的那个 黑白无常 拿个叉子 很长 那叉子上面就有铃铛嘛 要叉他那一叉 直接拿起来 摇了一叉 叉了一叉 叉了一叉 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出了地狱了 就往生极乐净土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常常训练你的念头 是很重要的 由这个故事也可以知道 再怎么 没有善根造很多恶业的人 只要你用善巧方便 给他一些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补充的 我就会常劝很多怜友 让你的家人或小孩 或过冬儿 就像听佛号 或听六字大明咒 就像听睡觉的音乐一样 你就听一听 恭敬在你的心嘛 他常常听 常常听 常常听 他是会改变他的心性 也会改变他的业力的 何况摄利佛 他这么是慈悲 就要用铃铛来度他妈妈 虽然恶业他的妈妈 他也知道妈妈造恶业会度地狱 可是在地狱的时候 因为他常常听到叮当 就反射动作念出阿弥陀佛 那一刹那之中呢 他就火焰化红莲 往生极乐净土了 所以讲每天发怨 目的是要增强你的种子 善法的种子 跟怨心的种子 所以你不要觉得麻烦 这位脸友 你平常可以简短地回向 可是晚上叫你跪着回向 是因为希望你增长信愿型 信愿型三个都很重要 可是我告诉你 最大最大推动的力量是什么 是愿 你常常发这个愿 我告诉你 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就算你有障碍 阿弥陀佛也会来加持你的 所以愿很重要 好 请看第二个 发愿力 希求往生的强力愿望 西藏人他们也有简短的发愿文 我在第一次讲经的时候 后面我列出了很多 大慈菩萨发愿文 或是连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 所以很多发愿文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也可以选第六页 没有问题 那是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 是非常好的 请看第三 对峙力 就是对峙恶业的忏悔对峙力 对恶业的忏悔对峙力 其实我刚才在讲 贪嗔痴三毒的时候我就讲了 我用十个念头来比喻 对不对 那就是指对峙力 知道吗 我们念佛的时候一定会有恶念 没关系 继续念 你从1比9 2比8 3比7 慢慢的去努力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越用功的时候 你会发觉奇怪 我最近脾气非常的大 没关系 那叫业力发动